大家好 欢迎光临重振评测 一直有人让我开箱i7的1165G7 很多人幻想的i7和i5有本质的参与 这个在桌面的CPU上是这样的 但在低压的CPU上完全不是 比起之前的11代稍稍好一点点 不光是主频上一点点的提升 在核显上也从81EU变成了96EU i5和i7都是四核八线程 在我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种命名方式是非常无良的 倒是上一代的i7的10710EU 那个i7是真的i7 今天开箱是因为官翻机里面有CPU 相对比较便宜 那就开箱 正好看一下i7到底是不是i7 小新15的2021款我也没见过 正好解我的货 配置是i7的1165G7四核八线程 512的固态16G的内存 不知道频率96EU的核显 屏的参数不知道是15.6英寸 这一批的官翻机基本上都是厂家 用来研发和测试用的 有各种各样奇怪的配置 那我晚上开箱 开箱前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是 YZZZDN这6个字母 我们会经常开车一些笔记本和DIY台式机 DIY台式机从1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 不同的方案都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 盒子是很正常的小新的包装 侧面的是产品的各种信息 有一个翻新良品4个字 这个4个字徒手就能撕掉 官翻机要注意只有一年的保修 并且只能是送给厂家送保不能联保 要有原封的封口 这个序列号其实跟机身的序列号往往是不对的 比如说国内外拯救者的A面的logo也是有区别的 比如像内金5的A面就是不亮灯的 全球每个区域要求机器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A面是银色有一点点划痕 看到这里边缘有圆弧的过渡 没有割手感 地坑很正常的塑料有一个官翻的标志 那么这个机器和正常的机器只有外观上两个贴纸的区别 某一些渠道就很容易把这种机器变成正常的新机器 机器的右侧SD卡槽两个USB-A口 背后什么都没有 机器的左侧一个Type-C HDMI 这是耳机耳机耳麦口电源口可以单手开合 这是平开合的角度 顶部不到一指 底部一指也不到一点点 电源键的手感很差 几乎没有回馈 键盘的布局还可以 这边有回车键 并且的段落感也是比较明显的 弯兔区域和触摸板平质感一般般 出风口在缝隙里 电源适配器65是远口 线长大约是1米8 机身的重量是1700克 电源适配器220克 机器的不插地没法开机 插电以后开机 我们会帮助你登陆联网配置电脑 默认的壁指是夸复 夸复和小新是什么关系 左边的C口速度很快 有700多兆 CPU是4核8线程 内存是16G的3200的双通道 硬盘很不错 是西数的SN730黑盘 11代的DRCPU对内存频率是比较敏感的 3200肯定是不能让它满血发挥的 注意键盘是没有背光的 BIOS版本是18WW 我们一直默认都说这块屏是低色域屏 就我的目前的观感应该是高色域屏 我刚刚查了一下 果然是一个高色域屏 之前买到的就捡到了 但是很尴尬 我不能肯定每一台都是高色域屏 这里可以看到GPU是96EU PL12是35瓦和64瓦 SPD信息没有 应该是板载的内存 网卡是英特尔的9560不支持WiFi6 硬盘的是悉数的SN730黑盘 这个不需要跑测试了 很好内存的速度44.5G每秒 69.4nm的延迟 更新BIOS就在官网下载就行了 我升级的最新的22WW 好了已经升级成功了22WW 常规的测试和跑分截图会放在公众号里 也会做成表格放在公众号里 英特尔的驱动我也更新一下 跑分刚刚开始 现在43瓦很不错了 44瓦了 4.09G 45W了 现在86度 46瓦了 CPU的跑分确实比i5的1135G7也好一些 左下角可以看得见 CPU的频率是比较高的 跑220居然跑到了51W 总体来说 比小型Pro14的i5稍稍好一丁点 跑分在意料之中 功耗给的稍稍有点夸张 51W 鲁达斯总分25万3000分 要减去易购分 应该是21万多分 CPU9万3000分 显卡52000分 用脚本连续跑30辆25 跑完了还不错机器自带了WPS 最大值是第一轮是1022分 最小值是第二轮是930分 后续基本上是在940左右 用格式工厂剪一个10分钟的视频 完全用CPU去剪 刚刚开始是50.8瓦 52.9瓦 53瓦了 好了降频到35瓦了 你们看一下表格 比大多数的i5的1135G7都要强 但是比小型Pro14的i5要差7秒钟 有人说核显加速以后多少 我们看一下现在核显加速 可以看得见核显在运行有债用率 核显加速以后64秒完成 节约了大概5倍的时间 用PR导出一个H264的视频 仅限软件和以前一样的设置 65.7312秒完成 和i5的1135G7没有拉开差距 正在安装各种软件 CPU和磁盘的占用都挺高的 3DMark CPU是4541分 显卡是1161分 你们看一下表格就懂了 记得上强于大多数的1135G7 但是差于小型Pro14的i5 黑盘没表跑太多了 3659分就这样了 跑分都已经完毕了 我打算先拆机看一看 很容易拆机器也没什么特别的 两条热管 一个风扇 一个出风口 这是主硬盘SN730 系数黑盘 内存是焊在主板上的 是在屏蔽罩下面 有MX450的版本 会在这个位置 扬声器就在下面 这个是一个70瓦时的电池 这里是无线网卡 整个机器也没什么可升级的空间 更多的项目就不跑了 看一下烤机 刚刚开始的时候是55 现在降到了34瓦 3.41G 环境温度是20.8度 我再回公众号 要不然不会烤机这么久的 29分钟了 已经36瓦 33瓦 到底是多少呢 单好有波动的话 那就不好说了 从33瓦到36瓦之间 3.41G 73度到81度之间 那不要以我的截图为准 以视频为准 开始双烤 GPU可以达到1.3G 现在64度 双烤了很久 GPU一直可以保持在1.3G 65度 CPU的频率下来了 现在69度 35瓦 2.43G 双烤时猜浅板上58.7瓦 人的位置是46分贝 机身上是62分贝 因为C面是塑料 所以说两侧弯托区域温度很低 只有23度和23.9度 现在停下了CPU GPU单烤的话 还是1.3G 53度 52度 这是双烤时的热成像 下面跑一下游戏 绝地求生全屏显示 1920×1080 非常低的画质 帧数现在只有35帧左右 操作的感受 是没有那种延迟 或者卡顿感的 但帧数也太低了 我把分辨率降到了1280×720 这样子有90帧左右的帧数 上飞机以后有90帧左右 跳伞的过程中有60几帧 70几帧 落地的一瞬间 30几帧 40帧 我感觉这个游戏是不是有问题 现在占用了89%的内存 按说这个游戏没这么高的内存占用率的 野地跑步45帧 46帧 没什么了 太讨厌了 被人撞死了 这属于能玩 但是帧数很差 分辨率也不能高 最低的画质 跑一下古墓丽影 分辨率是1920×1080 平均23帧 弱于小青普尔14 等个世界画质是默认的中画质 1920×1080 现在是48帧 49帧 50帧 这样进入战斗以后 现在是56帧 这个帧数不高 画质我们又改 改了分辨率是1366×768 现在帧数明显提高了 890帧了 大家也可以像这样操作 这样的帧数明显有提高 等个世界玩轻坦 能到100帧左右的帧数 也就能玩了 好了 死了 但是没有一点点不适感 还是1366×768 现在我改成了高画质 60几帧 70帧不多 70帧多一点 我试了一下极高的画质 能有40几帧 英雄联盟是1920×1080 画质是最高 帧数现在125帧 大概就这样了 我不打算继续了 英雄联盟这里游戏肯定是OK的 好了 我故意的跑了时间长一点 没问题 还是在120帧左右 等他慢慢跑 我先下班了 对比表格以后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和小新Pro14的i5互有胜负 会全面的好于其他机器的i5 听一下扬声器的效果 很普通的单薄感 看一下屏幕亮度 中间330 301 303 267 299 312 304 291 272 应该明白了吧 同档次的机型 它的i7比i5强10%几 毕竟单核频率高 并且3G缓存大50% 同样在3200内存的前提一下 它的核显比i5强10%几 但是比4266内存的核显反而不如 11代的CPU对于笔记本厂家的要求会更高 我也相信它配了4266内存的话表现会好很多 但是这些都要钱都要成本都要用户去承担 就会有那么多六七千块钱的11代i7的机器 而这个才4000多块钱 最后的总结 i7和i5两个CPU在同样的条件设定下差距太小 只有百分之十几 价格上却有1000块钱左右的差价 这个太扯淡了 在我的认知当中 这种性能的差异 如果两三百块钱差价 那你花就花了无所谓了 英特尔在低压的CPU上 i5和i7收割智商已经很多年了 如果不是AMD今年这么强 还会继续收割 挺扯淡的 大多数普通的用户 对i5和i7的命名方式有盲目的认同 认为i7能快很多 能用很多年 甚至有店面销售 用宝马7系5系3系来打比方 我刚刚对比了一下 这个机器的i7 比机械革命S3的i5强了17%到21 然而小型普通14的i5 比新疯鸟的i5强了42% 所以很多时候更看机器 而不是CPU 传统的认知和惯性的思维 很难去打破 这也是品牌力的体现 优化和兼容性的差异 也确实有比如像Adobe的软件 大家都花了几百 甚至于千玛块钱得到了什么 我希望能够明明白白 最后是开箱机的折价 要讲清楚 这是一个官翻机 我们正常的售价是4550 被我们开箱演示过了 减300块钱就是4250 不介意被我使用过 并且它是官方翻新机 可以在淘宝的首页 所有中正评测官方店 可以找到我们进店以后 所有回血可以找到这个机器 如果不是官翻机的话 一个正常的i7的定价 我是不会买来开箱的 新的一批官翻机 已经可以订货了 但是我非常纠结 要不要继续 因为是好的 闹的打包一起提 大家不喜欢的机器 就我们承担 大家喜欢的机器瞬间就没 买不到的就开始骂我们 我们里外不是人 昨天我就在公众号回复了 这种机器满世界都是 稍稍有点慧眼就能找到 这些的结束 所有的图文和汇总的表格 在我们公众号里是YZZDN这6个字母 有什么想让我开箱的机器 可以在公众号的文章后面留言给我 我也可能马上做一个专业卡的方案 那也欢迎大家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